联想获得5G全球首发权,华为这次真输了,华为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 联想获得5G全球首发权,华为这次真输了,华为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 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,人们对于手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,不仅仅是要接打电话和接收简讯。 手机外观、手感、性能、像素、音质都成了人们不断追求的东西。 说到现在的智慧型手机,就不得不提到最近的5G了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关于联想5G的投票,很多网友在网上议论纷纷,最终的结果就是高通得到了5G标准的首发权,而中国的华为仅仅是得到了5G短马国际标准。 最终联想拿到了高通的全球5G首发权。 最近几年联想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并不是很乐观。并且也很久没有新的手机推出。 很多网友说,也许这是联想的翻身杖纳。还是希望中国能有更多优秀的手机推出。 中国曾经在晶片的问题上吃尽了苦头,虽然这次的5G标准没有被华为获得,不过华为却在积极地研发晶片中。 华为将要在2019年的下半年推出可以支持5G的麒麟晶片。 华为手机在各个方面做的都很出色,不仅仅是手机的供应商,而且华为的麒麟晶片已经得到了消费者的检验。 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的佼佼者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虽然这次华为没有拿到5G的全球首发拳,不过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就不要有太多责备的声音,相信华为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了。 小伙伴们,对于即将到来的5G时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